哈巴谷书第一章 哈巴谷先知所得的末世 耶和华 我恳求你 你不垂听要到几时呢 我向你呼叫 有狂暴的事 你却不拯救 你为什么使我看见恶行 有奸恶的事 你为什么见而不理 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 纷争和相斗常常发生 因此 律法不能生效 功力无法彰显 因为恶人把义人包围 所以功力颠倒 你们当看列国 要定睛观看 就会大大惊奇 因为在你们的日子 我要做一件事 即使有人说了出来 你们也不会相信 就是要兴起迦勒底人 那残忍凶暴的民 他们变形全地 占领别人的家园 他们恐怖可怕 自以为意 趾高气扬 他们的马 比豹更快 比晚上的豺狼更猛 他们的骑兵奔驰 自远而来 他们如鹰飞翔 迅速吞噬 他们定着脸面向前 骑来行报 鲁获战俘 多如尘沙 他们戏弄君王 以掌权的为笑柄 他们吃笑一切城堡 逐雷攻去 然后扫荡如风吹过 他们是有罪的 因他们以自己的势力为神 耶和华 我的神 我的圣者啊 你不是自古就有的吗 我们不会死的 耶和华 你派他们行审判 磐石啊 你立他们施惩罚 你的眼目纯洁 不看邪恶 不能坐视坚恶 为什么践行诡诈的人而不理 恶人脱灭 比自己公义的人 你为什么坚默呢 你竟使人像海里的鱼 像无人管辖的爬虫类 迦勒底人 既用钩 把他们吊起来 用网拖走 用鱼网收聚在一处 就欢喜快乐 向自己的网献祭 对鱼网烧香 因他们借此收获丰富 饮食充裕 这样 他们倒空自己的网 毫不留情地 继续杀戮列国